楼玄影咧嘴一笑,墨奇岳里果然是值得他相信的人 你是墨奇岳阳的妹妹 皇甫承认出了他,眉头微微促起 他是不清楚楼玄影为何如此信任他 更是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救他 但他对他的身份一直耿耿于怀 他是,但同时墨奇岳阳也是他的杀父仇人 我和他回来,是替他报杀父之仇的 楼玄影见墨奇岳里抿着嘴不语 便主动替他解释事情的真相 皇甫承心中仍有疑惑,还想发问 岳楚却在一旁扯住他,笑道 好了,现在不是问这些事的时候 等眼前的事解决了,再慢慢问也不迟 黄甫承想了想,觉得有理,只好作罢 这事确实不急于这一时 墨景浩,你没事了吧 话说,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 岳楚不是在淋浴城吗 墨景浩始终冷着脸未说话 见他询问,才尊口大开 暗夜护他进来的,我们正要赶去找你 却听说你被押回来了 所以就过来了,然后就发生了刚才你看到的一幕 本以为冰破蛇是墨奇岳阳演出来对付他的 没想到竟然是他也来的 什么我被押回来 明明是我押着墨奇岳舞他们回来的 他扁着嘴,不满地嘀咕 原来是误会一场 可惜一条小兵破蛇惨死在他的剑下 他要是能早点出来制止就好了 楼悬颖,你和岳离姑娘都受了重伤 这里交给警浩他们就好 我先帮你们处理伤口吧 楼悬颖和墨奇岳离一身的狼狈 身上的衣裙擦得破烂 还染了血 脸上,手背上,凡是看得见的地方 全是擦伤 让他们这些大男人看了都不忍 楼悬颖体力早已经恢复了 环顾四周 之前虐他的人如今都叫苦连天 这让他整个人都兴奋了 哪还有什么疲劳之说 他不慎在意地摆手 没事,你帮岳离处理伤口就好 等我把墨奇岳阳逮住 狠狠虐杀一顿再说 说着,他摩拳擦掌 还晃动脖子 一副准备跟墨奇岳阳拼命的模样 墨景浩白了他一眼 抬手就往他手臂的伤口上掐去 顿时杀猪般的惨叫声响起 楼悬颖哑哇哇大叫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他压根没想哭 是疼得飙肋 只差没对他拳打脚踢 墨景浩,你浑蛋 我这是伤口肉长的 很疼知不知道 知道疼还逞强 让岳主帮你上药 不然你这条手臂迟早废掉 看他惨兮兮,蓬头垢面的模样 他眼里心里满是心疼 可他了解他 对他要是不狠点 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弱者 你要是不夹他 我都感觉不到疼了 墨景浩不语 手指刮上他的脸 再次听到他的惨叫 他冷声提醒 你不是不疼 是伤太多 疼得麻木了 经他这么一说 他真的觉得 自己浑身哪儿哪儿都酸疼 刚刚燃起战斗的火焰 瞬间熄灭 听话 别跟自己过不去 这里交给我们就好 他抬手揉上他的脑袋 眼神里的冷意 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关怀 墨齐月阳身上有很多药 你不怕他 再把你体内的骨毒逼出来 四目相对 楼玄影感到压力倍增 迅速偏开视线 撇嘴反问 月储的医术你总信得过 你觉得 他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 楼玄影挠了挠脑袋 这话确实不假 墨景浩从不打无把握的仗 月储的武功并不高 如果不是有需要 他留在淋浴城会比较安全 墨齐月阳的护卫 已经倒得差不多 剩下的交给我们 楼显影撇嘴 鉴于伤口实在很疼 他只好点头 定主道 制住墨齐月阳的话 先别借着动手 杀父之仇 他想让墨齐月里亲手去报 嗯 楼玄影抬眼 查看四周 护卫仍然前赴后继的持剑 朝冰破蛇冲过去 看来冰破蛇毒解药的魅力还真强大 足够吸引他们去拼命 不过 他们这样做 无异于以卵击石 冰破蛇细耍起他们来 不费吹灰之力 他朝冰破蛇吹了声口哨 堵在店门口的巨型冰破蛇 张口就咬住了其中一名护卫 三两下就把他吞噬进肚子里 顿时 雪白的蛇身变成了血红色 这下 所有的护卫都吓住了 不敢再轻举妄动 楼玄影抓住他们这时候的恐惧心理 扬声道 中冰破蛇毒 好过被冰破蛇吞得连骨头都不胜吧 最起码还活着 而且你们确定 墨西岳阳真的有冰破蛇毒的解药 这么多年 有谁中了蛇毒 拿到解药的 可别上了他的道 为他拼命 最后落得惨死的下场 别听他胡说 我有解药 谁最英语 制服了冰破蛇 我去把解药给谁 墨西岳阳的声音 从大殿里传了出来 护卫犹豫了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两难的角色 楼玄影也不跟他们多废话 再一声口哨 两条巨型冰破蛇横扫殿内殿外 卷走了锁京之处的每个人 蛇尾高板 用力一甩 就把那些人甩到了地上 哀嚎声遍野 人群集聚 两条巨蛇包圈起他们 而后嘶嘶两声 小蛇们也开始朝他们靠拢 清场完毕 墨西岳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楼玄影满意地点头 一转身 就看到身后呆愣住的黄斧尘 她以不敢置信的眼神瞪着她 仿佛在看一个怪物 楼玄影 你是人 他们是蛇 为什么他们会按你的指令行事 她摸着鼻子 呵呵笑着敷衍她 训了他们几天 这是以后跟你说 墨景浩和月楚 看她的眼神更多是探寻 她在他们眼里 一直是谜一样的存在 只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相处 这个谜不仅没解开 似乎还更让人晕迷了 墨西岳阳对眼前发生的事 愤怒到了极点 她已经接受了冰破蛇 被楼玄影控制的事实 可这是她不能容忍的 明黄色的身影从店里一闪而出 朝背对着店门口方向的楼玄影 迅速逼近 墨西岳阳衣袖里的灵带甩出 卷住了楼玄影的腰身 她刚要将她扯过来 见光闪过 灵带已经被墨景浩劈开了两段 叶楚 楼玄影交给你了